四哥要你答应一件事情 你说 绝对不能跟任何人承认你刺杀过我 任何人都不可以 你的苦衷我明白 但是这牵扯到朝堂 牵扯沈家 甚至会牵扯新政 有太多的居心莆测之人 此事如果泄露分毫 师太有可能会失去控制 只要你咬住没有做过 四哥都会有回旋的余地 四哥 还有 万一我 四哥 总之绝对不能承认哪 不会的 四哥 听我 你一定会没事的 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我们两个 绝不分开 好 我们再也不分开 李哥定会对四哥不离不弃 我们ост止 花 Visit 小泽 小泽 小悳 恿 好 小泽 不 李妃 李妃 殿下该去支间殿了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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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四哥 四哥 徐湛 胡丹找到了吗 我们找到你师父了 胡丹就在他手上 但不知为何 他突然出手伤领的师兄 现在不知去想 李哥 若蓬城王出现昏迷不醒 给他服用此药暂缓 此药极为凶险 必须在四个时辰以内服下千丝银的解药 否则必死无疑 一些男人 杨慕 组 给你 还 Export 谢谢 此外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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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没事 就是有点累 是不是要去医室了 四哥 放心吧 我撑得住 三宝 更衣 等我回来 没事的 许湛 我要出府 出府 可彭承王回来的话 只有四个时辰 我定要拿到解药 大哥 大哥 我有急事 我现在不能给你多做解释 快让开 红丑王又离 无论如何 不能让离妃回府 什么 我是奉命行事 你快走 大哥 真的 快来不及了 你快让我进去 果然是兄妹情深啊 领军将军 今日离妃哪儿也去不了 太妃有令 命无把她抓起来 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 就凭这个 太妃有令 离妃行迹可疑 务必拿下 拿下 住手 compañ losing 倘君 离妃 不要以为有 choreography 使用玷承王护着你 你就能瞒天过海 我知道 梨妃一笑好胆色 可难道 你想用领军将军的前程 为你陪葬吗 彭承王忙于靠军典仪 根本不可能来管你 靠军典仪 对 嫡妃不知道 果然是私下出府啊 我看你还是乖乖跟我去见太妃吧 不然可就是公然抗令 这刀剑之下有什么闪失 可谁也说不准的 好 我可以跟你走 不过我要先跟你说几句话 强弩之木 你说吧 我知道你却仁寿隔头沉香 你很在乎她 她中毒了 命悬一线 我出去就是为了招呼她 现在我拿回来了 你若再阻碍 她必死无疑 我凭什么相信你 事到如今 你只能赌 只要能救她 我誓死誓活都无所谓 既然你恨得认识我 你让大哥 把这药交给彭承王 我跟你走 好 妾参见太妃 妮妃去哪儿了 可让他们好找啊 太妃问你话呢 姐并未去哪儿 只是出去走走 你说与不说都无妨 你出府去了哪儿 我也一惊二楚 搜 好 且慢 太妃身份尊贵 又注重礼数规矩 妾对太妃也一直敬重有加 可不知今日 太妃却为何无故搜妾的身 让妾实在是费剑 再者 妾也是彭承王的侧妃 若将此事传出去 别人将如何看待 日后 妾又该如何自处 妄太妃三思 妾先退下了 够了 你还好意思称自己是侧妃 你真以为 我对你的底细一无所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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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